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德哥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啊巴以问题周边的一些国际的局势啊 首先跟大家聊聊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会见了埃及总理 在一带一路的峰会之上啊提到了中国支持埃及解决巴以的问题啊 今天还得跟大家聊聊在联合国之上美国人行使了一票否决权 否决了巴西提出来的解决巴以问题的一个议案 其实如果是美国人足够聪明的话现在就应该感到害怕了 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与埃及的交往以及联合国里边的一个议案 应该让美国人感到害怕呢 尤其是联合国那个议案呢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各位希望解决巴以问题 希望巴勒斯坦建国的话 那不仅仅是啊巴勒斯坦自己的一个问题 他也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问题 他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呢巴以局势他就关联了两个方面 一个是巴以双方内部的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呢那就是相关于国际局势啊 今天就会跟大家讲这个国际的局势 不过呢讲国际局势之前 咱们先看一看巴以局势内部 美国跟以色列最近为什么这个表现 如此的一个奇怪 还是那句话看清楚 美国跟以色列这个玩法 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的着急 那么的着急蒙荒 对不对 如果说再这么耗下去的话 外部局势将会对于美国和以色列 完全的一个不利啊 为什么我这样说啊 首先啊关于啊 以色列袭击啊 加沙地带的这个禁旅会的这个医院 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之前跟他讲过 想要制造一种恐惧和恐慌 希望能够裂解这个哈马斯 与巴勒斯坦人民啊 让巴勒斯坦人民害怕了 然后把哈马斯推出去 对不对 你啊投降吧 你不要再给我们找事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以色列表现自己好坏坏 那一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要让你恐惧 要让你恐慌 可是为什么那么着急 大家发现没有啊 其实现在这一次的这个巴以的这个冲突啊 发生其实也没有过了几天 然后这个局势就啊迅速的恶化 迅速的恶劣下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没有办法往加沙里面冲 如果说以色列冲到加沙里面去了 快速的快刀斩乱麻的 把哈马斯全解决了 那以色列迎马 美国人迎马 可是你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以色列只要赶往加沙地带冲 面对的就是巷战 城战 游击战 对不对 他以色列大规模的那些啊 那些军事的装备都会无效无用 靠的就是战事的生命 一个一个往前去推啊 一个一个房间啊 这个啊打过去 这就是成战 向战 游击战嘛 那对于以色列而言 他当然不愿意做这种选择 可是如果时间再耗下去 就像美国的老拜登所强调的那样啊 我也不希望 我们美国也不希望 见到任何的人道主义危机的发生 对不对 那人道主义危机为何而发生啊 那不就是以色列的断水断粮断电吗 以色列既要啊 断水断粮断电 又要啊 这个哈马斯投降 怎么办呢 围城 围城又是个耗时间的一个事情 对不对 然后耗下去的话 那那个加沙城内 这种人道主义的危机 就会频发 那国际局势的压力 他也就来了 那怎么办呢 那只好做一些 自己没有办法承认 但是又能够让巴勒斯坦人 害怕的一些事情吗 就是袭击医院嘛 一轮袭几百条人命都没有了 然后啊 巴勒斯坦人民感觉他害怕 赶紧把哈马斯推出来 以色列他的目标也就达成了 所以说咱们看到了什么 美国和以色列 他急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解决问题 要不然哈马斯投降 对不对 要不然就哈马斯投降 要不然那就是 能够激怒一些西亚的国家 然后带着自己的国家的军队 与以色列开战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什么呢 以色列就可以高喊 我是卫国的战争啊 我是防守啊 我也没有打你们 你们来打我 那我就是最可怜的那一方 国际局势也就会发生转变 因为你是一个自卫方的话 以色列变成自卫方的话 那就完了 对不对 那就变成了啊这是一个反抗侵略的战争 对不对 那国际局势想要对于以色列和美国形成压力 就特别的一个难 对不对 可是呢 国际局势现在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呀 就是说西亚这些国家忽然间变得特别的一个冷静 西亚这些国家变得也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特别的一个团结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聊了 王毅与埃及进行通话的时候 埃及外长进行通话的时候提到了啊 中国一定会努力啊 沟通让啊 阿拉伯世界让伊斯兰国家 然后更加的一个团结 为什么那个时候把团结二字点出来了 千万别被激起来 对不对 激起来就会出大问题 带着自己国家的兵往以色列那边去冲 以色列就可以称自己是为国战争 我在防守 正当性来到了以色列呀 不能这样去做 以色列现在就是因为大家不急 以色列才会做出现在如此着急忙慌又丢脸 又得面对着全世界指责的一些啊 惨案呢 袭击医院这种事情就是如此啊 所以说大家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现象 以色列和美国没有更多的一个时间 只要拖下去 也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未来一个星期和一个月之内 可能巴以局势就会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些啊 转变 所以说呢 那大家就等着看以色列接下来如何操作呀 只要时间拖下去也用不了多长 对不对 以色列不得松 他也得松啊 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未来 因为什么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招数 大家是看得清清楚楚 还是那句话 我看到了 各位看到了 大家以为国际的那些国家都看不到吗 尤其是现在今天发生的这两个相关于巴以局势的国际的新闻 又更加更加的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关于啊 这个习近平会见埃及总理的这个事情非常的一个有意思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啊 也跟大家聊了海外的媒体啊 然后的话 尤其是西方所掌控的媒体一直在这个攻心为上 对的 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 一直在玩攻心的一些手段 都在裂解啊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些国家 都在裂解西亚国家裂解这个裂解那个 曾经啊 也跟大家聊过啊 就是说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裂解的案例 也就是啊 这一次巴以冲突刚发生的时候 然后称啊 这是这是啊 伊朗啊 要破坏啊 沙特与以色列的核体 这是一个完全莫名其妙的一个消息啊 典型的一个红墙密室啊 大家都可以把这个称之为什么呢 西亚密室 对不对 然后你没有一个足够的证据 可是这种消息满天的飞 就莫名其妙让我看起来 就是说啊 你类似的这种消息可以推出来很多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证据嘛 可是就这个消息拼命的传 沙特与伊朗有没有矛盾 当然有矛盾 但是的话 现在主要的敌人是以色列和美国 因为整个西亚地区选择的是大和解 大发展 大发展 对不对 尤其是伊朗与沙特的和解 这个趋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的 可是为什么莫名其妙啊 伊朗要破坏沙特的一个想法呢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 然后的话啊 曾老大一山不容二虎 能理解 但是一山不容二虎 也可以靠着发展来做嘛 对不对 尤其是伊朗 伊朗这个国家 天时地律人和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地缘政治优势特别的强 而且也是个老文明 沙特呢 仅仅就也就是靠着石油 这是沙特的优势 大家都有优势 基本上是同一起跑线 然后的话啊 伊朗人口可多哟 对不对 伊朗的人口可比啊 沙特多多了 对不对 总而言之把大家的那个优点 它不一样 优就是长处啊 它不一样 基本上只要做好自己的发展 对不对 比如说跟中国的关系啊 等等等等 得到一些相关的技术啊 发展不同的一些啊 新能源的领域啊 高科技的一些领域啊 也许这些国家在未来 拼发展的角度上来说 可以称之称自己为啊 老大 对不对 没必要非得啊 这个非得啊 这个啊 干起来啊 拿起枪 对不对 拿枪是不是 争务老大的一个手段 当然是啊 但是现在还到不了 那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呢 我跟大家讲 就是说 国际局势有那么一个 很奇怪的消息 也就是啊 列解沙特和伊朗的一个关系 但是今天习近平 见埃及总理 这个新闻 让大家看到了什么 整个伊斯兰世界 还有第三强啊 对不对 你都不能说埃及是第三强 你都可以说他是第二强 第一强 他某某种角度上也能说 为什么 因为啊 习近平啊 见到了这个埃及的总理 在一带一路的峰会之上啊 提到了什么呢 这个中方赞赏埃及 为推动局势降温发挥的重要作用 支持埃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努力 愿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加强协调 推动早日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对不对 中国支持埃及 而且中国愿意什么呢 愿意啊 这个协调埃及和阿拉伯国家 对不对 我中国愿意当这个中人和宝人 然后的话让大家啊 团结起来啊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对不对 这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啊 尤其关于埃及啊 拜登最近坑了埃及一把 现在中国这算是支持了埃及一把呀 然后拜登怎么坑的 之前也跟大家聊了这个新闻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拜登啊 声称啊 这个自己与埃及的这个总统啊 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 对不对 打了那么久的电话呢 啊 说服了埃及 然后的话 开通啊 这个给这个这个加沙地带啊 开通这个人道的走廊 送20个车次 20个卡车的这个物资 对不对 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什么呢 就美国人努力说服了埃及 往加沙地带送物资 好像埃及一直不让 对不对 一直不让这个啊 物资进入这个加沙地带 就美国人真的坑死了埃及啊 为什么这样说啊 可能大家会说啊 就说咱们都知道啊 那个那个物资运不到 这个加沙地带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以色列轰炸那些车辆 轰炸那些道路 对不对 那些车辆想要通过啊 这个口岸进入到加沙地带 路都被炸了 你是进不去的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因 可是呢 我跟大家讲 西方世界 那些穆斯林怎么看 就是西方世界啊 生活在西方世界 那些穆斯林怎么看 哇 埃及有点问题啊 埃及是不是好坏啊 对不对 竟然啊 这个埃及不仅不让啊 这个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进入埃及 而且呢 还不让物资进入这个这个 这个加沙地带哎呦这个埃及哦 这是啊 穆斯林世界的叛徒 埃及会出大问题 要这么搞下去的话 埃及会出大问题 而且还列结了埃及与 阿拉伯世界 伊朗等等等等 一系列国家的一个关系 好像埃及成为了个坏人 问题是埃及从一开始就说 要开一个人道主义走廊 把自把物资运进去 对不对 可是美国人完全不管 拜登他也没有说埃及啊 阻止物资进入 但是人家说的话 那个水平对不对 这没说 但是也相当于什么都说了 对不对啊 我美国说服的埃及 就这话一出出大事 可是呢 这个时候 然后呢 习近平见了这个埃及的总理啊 这个肯定了埃及啊 做出的努力 对不对 然后支持埃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 这就是上手就打了拜登一个耳光啊 对不对 支持埃及开辟人道主义走廊的努力啊 这一句话直接证明是埃及在推动这个人道主义走廊啊 开通啊 跟你美国没半毛钱关系啊 是以色列在拦着呀 你美国应该给以色列施压 怎么变成给埃及施压了 莫名其妙 对不对 可是从这个消息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埃及被你美国人这么搞 那不往中国这边挪一挪才叫有鬼 对不对 而且埃及这个国家 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很多同学认为啊 这个阿拉伯世界啊 这个波斯人都在什么什叶派 逊尼派 伊朗和沙特两个老大 问题是埃及 不管从哪个角度上来说的话 也可以在伊斯兰世界当老大呀 为什么 人口就一亿多人 对不对 虽然说只是一亿出头 对不对 不到一亿一千万啊 这样的一个人口 可是呢 你放在整个阿拉伯世界 包含伊朗你也加进了 埃及这个人口的体量 他也不低 对不对 然后埃及的GDP呢 他也没那么的少啊 埃及的GDP啊 在这个整个伊斯兰世界啊 然后不如这个阿联酋啊 然后的话也不如沙特 但是人家是第三名啊 你不能说人家钱特别少吗 然后埃及的军事实力呢 这个只是坦克吧 那美式的M1A1 人家埃及600辆 对不对 埃及也有一些预警机 当然都是美国的 埃及的很多的装备啊 都是什么苏联的 也就俄系的美国的法国的 中国他都有 咱们不说啊 美国让不让埃及的F16起飞啊 虽然说埃及的那个F16 都是老型号 F16A F16C 对不对 然后都是老型号 但是咱不说这个 对不对 但是总而言之 你把这些武器加起来 对不对 那够以色列吃一虎的 对不对 尤其是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这个问题啊 埃及可没有啊 饶子了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埃及一直在西奈半岛搞军事演习 而且特别的强调啊 就快速反应部队 然后如果啊 一个口令啊 开始一个事件发生 战争打起来了 埃及可以保证在几个小时之内啊 在西奈半岛部署多少多少 万的这个兵力啊 埃及做过好几轮的这样的军事演习啊 所以说无论是从军事人口 还是经济上来说的话 埃及不弱呀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整个阿拉伯世界 或者说啊 整个伊斯兰世界吧 出现了三个巨头 那不对 伊朗 伊朗啊 沙特和埃及 所以说呢 整个阿拉伯世界 大家都在拼命的往上去冒啊 但是 哎 谁当老大呢 没必要刻意刻意强调 谁当老大 大家在自己的位置上 发挥自己的作用 然后再有点充足的发展的时间 咱们拼一拼啊 咱们发展的谁快一点 对不对 谁发展的快 未来谁当老大呀 总而言之啊 你像埃及当老大合不合理 合理啊 对不对 埃及 古文明 尼罗河 这全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对不对 然后伊朗 波斯人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说说啊 这也是啊 传统的强大的势力 沙特 阿拉伯的帝国 每一个他都能够当老大 但是总而言之 现在他不是争老大的时机 是讲团结的时机 现在是什么 哎 现在是 共同面对 共同的敌人 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时候啊 尤其是美国 又新鲜的得罪了埃及人 这就是这个新闻 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 总而言之吧 这个新闻让大家看到了 埃及也可以做出努力啊 而且大家还得知道 埃及不仅是加入了一带一路 埃及还是金砖组织成员里面啊 新鲜加入的成员啊 这样的一个埃及啊 然后总而言之吧 埃及跟中国的关系 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密切 再加上伊朗和沙特 大家也就知道 中国在这片区域 未来的一个发展 对不对 对比中国而言 中国讲的是 合作互相尊重和发展 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家啊 尽量的少发生战争 少发生矛盾 大家拼发展就完事了 你发展的慢 是你有问题 你发展的快 我表扬你 对不对 能够为自己国家的老百姓 争取更好的生活 你就是最棒达 这就是中国的评价体系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大家就慢慢看吧 看着现在这个局势 尤其是巴以问题 现在跟一带一路 又有所交叉 咱们就知道 对不对 然后美国跟以色列啊 在这个国际局势上 将会遇到多大的一个困难 现在埃及也在发生 对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你以色列啊 能够啊 再强硬的表达吗 对不对 尤其是刚才跟大家讲 咱大家看清楚了啊 这个说巴以局势啊 内部的一些问题啊 尤其是看到了 以色列和美国 他的时间特别特别少 没时间 所以说现在表现的 特别的啊 着急 然后做出的 做出的那个啊 惨案又特别的惨烈 对因为他急嘛 因为他时间少嘛 再耗下去 人道主义危机 那些啊 相关的照片啊 视频再往外去传 以色列和美国都受不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现在能够尽快的 把哈马斯逼出来投降 那才是最好的 问题是 做不到 因为内部 大家看清楚来了 你以色列和美国的缺点 就是少时间嘛 那外部就会帮着 巴以局势 帮着巴勒斯坦 然后的话 争取时间 而且呢 要继续的给美国和以色列施压 其实刚才最开始跟大家讲啊 就是说啊 下一个新闻 联合国的表决 这个新闻 大家如果看进去的话 你是美国人 你应该感到害怕 为什么呢 太可怕了 这个国际局势到处是坑啊 对不对 稍微不小心 就得出大新闻 为什么呢 这一次啊 联合国关于啊 巴以局势的这个决议啊 投了两轮票了 第一轮啊 这个提议呢 这个议案呢 它是俄罗斯提出来的 然后的话 这个六票赞成 四票反对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基本上啊 是没有通过的啊 一种状态 必须啊 这个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啊 必须要有九票 要有九票同意啊 才能通过 但是啊 你看清楚了 第一次的这个投票 你就知道可怕的地方在哪 然后的话 非洲国家在安全理事会 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 有四个啊 有四个非洲国家在现在的安理会啊 两个投同意 两个投弃权 那非盟是摆什么 对不对 非洲国家联盟 它是个摆什么 大家怎么忽然间在巴以局势上啊 这个表达出来的观点不一样了 有人要弃权 有人要同意呢 对不对 大家就知道 其实非洲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团结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 在很多的国际的问题上面发生 基本上也都是一致的 不管是俄欧问题 还是在现在的巴以的局势 非洲国家非常的团结 可是呢 为什么 出现了两个国家支持 两个国家弃权的 对不对 可能啊 可能是真不想让啊 俄罗斯的议案通过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第一轮 它也很难通过 确实很难通过 为什么 因为对不对 俄罗斯嘛 俄罗斯这个国家 说实话 前一段时间被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遭见的有点狠 所以说俄罗斯提出来的议案 想让美国和欧洲这些国家来支持 确实是难 所以说基本上不大可能 基本上不大可能 让俄罗斯的议案来推出去的 可是呢 可是呢 确实啊 给美国还一个希望 忽然间好像发现 哎 反对我的声音没有那么大 因为竟然非洲都能跑票 所以说你中国的掌控能力不足 美国就有了第二轮 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有多坏呀 第一轮投票 四个国家反对 美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 这四个国家就会成为众师之地 尤其是法国 包含日本啊 法国先说 日 法国为什么呢 法国很多的北非的移民呢 北非的移民大量都是 哎 穆斯林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现在啊 巴勒斯坦遭受这个罪 你说一说 法国国内他能安生的了吗 尤其是欧洲整个内部啊 尤其是欧洲整个内部 欧盟 唯一一个人出来说啊 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 那就是冯德莱恩 结果冯德莱恩 快速的被欧盟内部给切割了 欧盟内部马上出来了一个联合的声明 把冯德莱恩支持以色列那些话 全压下去了 而且还说什么呢 冯德莱恩 那叫个人的意见 不代表欧盟 欧盟主席说的话 不代表欧盟 你就知道 欧盟内部对于这个问题 他到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欧洲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所以说啊 就是说啊 法国自己得撑压 因为太太显眼了 你知道吗 太显眼了 四个国家反对 美英法加日本 对不对 日本你等着瞧 你要被收拾 对不对 尤其是最近啊 这个俄罗斯啊 也不买这个日本的这个水产了 中国也在向日本施压 怎么施压呀 都是一些小问题 但是的话 你日本不听话 那些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 比如说二战的清华史 中国最近又在拿二战的清华史 向日本施压呀 比如说啊 像那个毒气的事件嘛 日本人听不听话 选活路 选死路 日本人自己选 然后的话 美国这边 然后啊 觉得这是个事 对不对 觉得啊 出大问题了 俄罗斯提出来了一个提议 然后大家投票 一定要保证啊 这个俄罗斯的提案 他不能通过 所以说呢 这个美国肯定第一轮 拉住英国 法国和日本 一定给我投反对票 对不对 那美国的啊 成事了 成事了 但是啊 给了美国一个希望 你看看 非洲有两个国家投弃权 哎 我美国不用着急 结果就来到了第二轮 对不对 第二轮呢 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投反对票啊 12个成员国 美国一票反对啊 对不对 两个国家弃权 对不对 九个国家通过就行了 然后的话 结果美国一票 哎 否决了 美国成为那个 大街之上最亮眼的那个仔 美国也坐实了成为那个 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搞出人道主义危机的那个 幕后的黑手啊 这只是个开始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尤其是联合国的这两轮投票 你们看着太诡异了 就感觉像是把美国一步一步 往往坑里去引 对不对 未来还有什么招等着美国 那还真不好说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那对着美国和以色列的施压 从这两个新闻来看 他不会停 对不对 你以色列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 就往就把你往死里骂 美国你是背后黑手 你也跑不了 而且坐实美国就是那个幕后的黑手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哎 这就是啊 国际局势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那种施压 国际上真的是有一天 真的是被逼到了某种程度啊 是个西亚这些国家 或者说伊斯兰教这些国家团结起来 真要干了以色列的时候 国际上可能没有人会同情以色列 对不对 就像我最开始跟大家讲的那样 如果说啊 这个以色列快速的把西亚这些国家逼减了 逼得某些国家带着兵出来干以色列的话 以色列可以装可怜 但是国际局势对于以色列和美国越来越不利 而且大家把以色列认定为那个 真的是比纳粹还纳粹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话 西亚这些国家干以色列的时候 国际上也不会有人替以色列来教区啊 这就是以色列将面对的国际的形势啊 等到那个时候 其实巴勒斯坦建国也就成了 其实讲到这的时候还得再讲一句啊 咱们中国也不是说不给以色列活路啊 华春莹还是在推特上发的那几条的推文呢 告诉你以色列了 想想二战里面全世界都在把你啊 往别的地方去赶 对不对 你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复国主义啊 也就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欢迎你犹太人 对的包含美国 其实对于犹太人也是有偏见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也是如此啊 对不对 然后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拼命的把你往外去挤啊 那个犹太人太讨厌 对不对 全世界都讨厌你犹太人 只有我中国在你遭难的时候 两万犹太人在上海收留你啊 对不对啊 犹太人 以色列好好地想一想 要求活还是要求死啊 中国对于你没有天生的那种仇恨的意识 对于你犹太人 没有那种讨厌的那种观点 对不对 你别把自己真坐实了那么的讨厌 你到最后就像二战里边 一样没有自己的国家 好不容易建了一个国 再把自己那个国给丢了 那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呀 只有中国在帮你啊 看一看哈马斯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样 最开始对不对 然后他抓了这个几百人的这个人质啊 为什么呢 那就是留着跟以色列谈判的那个理由呢 哈马斯给自己留退路 你以色列也得学着给自己留退路啊 不留退路 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局势吧 你继续弄下去 继续靠着美国恶心西亚这些国家 你真的是啊恶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犹太人的那个国家真的有可能消失哦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国际局势对于你以色列和美国厌恶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西亚这些国家干你的时候 人家可能也不会支持你以色列呀 因为你以色列号称嘛 全民皆兵嘛 所以说讲到这的时候 大家也就看到了什么 美国和以色列在西亚这边地区那个未来 美国想赢太难 想赢的条件非常简单 快速的解决了哈马斯 这是一 然后二 要不然就是快速的啊 把西亚的某些国家的那个情绪给激起来 带着自己的国防军 然后跟以色列干 让以色列坐实自己是小可怜 对不对 那美国和以色列都会有一个好的退场 然后的话也可以借此啊 对于西亚这些国家产生牵制啊 消耗这些国家的实力 对不对 消耗这些国家的资源 美国对于西亚这个掌控力也就会加强 他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好 但是可能性 可能成功的这种可能性啊 太低了 对不对 看一看西亚这些国家的表现 看一看国际局势的这种表现 看一看联合国的两轮的投票 多精细 多精巧啊 给你美国人在背后埋雷 你还真的是踩上去了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